多用心来听这场课 大家能够收获满满的回去 能够跟紧上人家脚步 以后要多承担多出来服务 我们接待组都很全力的去配合他们 为了让188位见习及培训词尾 犹如回到台湾精进培训的温馨感受 全体工作人员从衣食住行用心准备 这是新加坡分会首次举办三天精进研习营 学员的睡垫是睡袋 不足的枕头用围巾来充当 放进去的时候你要把它放平 然后还要把那个枕头大的部分 跟它遮小的 给它全部都很平衡地放在一起 小而美的靖丝堂 要容纳近200人一起用餐 这时靖丝堂外的停车场就变成了灾堂 而靖丝堂前的道路 也成了滋心香气的地方 最考验的还是安丹 此刻多功能 花道客室 佛堂等都成了疗房 而佛堂从上课要转变成疗房 考验职工核心与时间赛跑 他们要出去的时候 各功能组就已经开始要准备做些什么事情 机动组那时候就从一个点把那个行李包包 已经准备在佛堂外面 然后移住组已经开始把全部东西准备好 当大家的那个默契足够 看起来不可能完成的路 都很不可思议地解决了 精致的点心 这些都是志工用靖丝食品来制作 推广常驻师傅研发的健康食品 我们自己有用才能够去告诉人家 期待他们对靖丝产品更认识 大家都一起去推广 而香气志工也腌制咸豆腐 让学员体会早期正严商人与常驻师傅 克难创立慈祭的生活 虽然他们很苦 但他们还是很determine 他们都可以走过对不对 对 所以我们也是应该可以的 此次工作人员都由辞呈和委员承担 他们以身试教 以身传法 为学员数典范 大爱新闻周立美与赞森戴小青 新加坡报导